Fotogashi 本vir Design 《弥水格》其實整個系列 《遙遠信件》系列 它不叫信件 因為開始沒有信件在裡面 後來慢慢在做的時候 發現有一些失誤 由用字去填補的時候 那時候也正好在讀西方的 藝術家的通信 讀高跟通信局才加進信間 這件我選的的是拜倫的信 但其實我覺得拜倫的信的感情很誇張 反正納曼派詩 詩歌的詩 我不是很喜歡 但我正好覺得 他們跟中國傳統繪畫的圖像 因為中國傳統繪畫是把感情壓 就是藏在背後的 形成一種反差 我覺得有點開玩笑 這跟這個畫面情緒有點對應 也有點反對應吧 所以在我做這個《銀水格》系列的時候 我真的把這個字的部分 當成圖像處理 它成為我的一個格式 你看我所有的這組作品裡 所有的東西都有這麼一個文字的格式 一個構圖在裡面 它真的成為整個構圖的一部分 山水只是我做的整個物件的一部分 只是我選擇了一個山水這樣的形式 因為它便於我做齒幅很長的東西 因為山水是一步一緊 這樣可以拉長整個的齒幅 像蒙太奇一樣這樣移動 所以這樣的話我就覺得它可以疊起來 它能產生體積感 這點是我需要的 正好中國傳統山水 滿足了我這個構圖上的要求 齒幅上的要求 這都是非常具體的實施的問題 感動中 我們聽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